他被国家羽毛球队以荒唐的原因抛弃,而后院夫丹麦打球,由于成绩过于出测,在欧洲比赛拿了几乎所有的冠军,而被法国国家队邀请,加入法国籍代表法国打球。 他曾经排名世界第二,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,他把未免冠军张宁逼入绝境,以巴比21赢下手之后,最终以两局21比19西拜。 他是重庆姑娘批红艳,曾经在1997年入选国家队,在获得美国公开赛冠军后,被告之因为身高只有1.64被国家队退货。 当然,这其中具体原因是不得而知的,回想起当初的伤心往事。 批红艳说,当时回心脏气回到省队,拿着每月600元工资曾经想过退役。 在省队一年只有两次比赛机会,自己的技术水平几乎停滞不前,看不到任何希望,天无哲人之路,一个意外的机会。 他收到了丹麦俱乐部的邀请,远赴丹麦从事羽毛球事业,继续做羽毛球运动员。 当时批红艳没有做任何考虑便答应了下来,因为他已无路可走。 刚刚到达丹麦时,他在参加训练和比赛的同时,还刻苦地学习当地语言,很快地便融入羽毛球队的小机器中。 在代表俱乐部打比赛期间,他几乎拿下了欧洲所有能拿的荣誉。 短短的一年时间,他从无世界排名,一下子冲进了世界排名前20,而后,他收到了法国国家队的邀请,加入法国国籍为国征战。 在法国国家队中,他是绝对的老大,同时也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比赛,很快他的世界排名,便攀升到了世界第二。 2008年,他代表法国队参加了北京奥运会,这次比赛他打得格外努力,似乎想要证明些什么。 然而,在八本之一决赛中,他碰到了未免冠军张宁,最终以二比一级汉大校阵来,走出去各个都是龙凤,2008奥运会时。 当奥运胜火传递到巴黎时,皮红燕是奥运火聚首之一,他说,代表法国传递北京奥运胜火,感觉五味杂成挺不是滋味的,毕竟这是从家乡传递过来的荣耀。 现在的皮燕红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她的丈夫是法国著名翻版运动员,曾排名世界第一,相恋时,当时还是男朋友的奥古斯丁,经常坐三、四个小时的车来看望皮燕红,两人感情非常好。 结婚后,皮红燕本有机会,得到法国国家队主教练位置,但由于家庭原因,不想与丈夫至少离多,最终她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事业回归家庭。 现在,她正在囚犯自己的羽毛球学校,她说,希望在未来能够以羽毛球为纽带,促进中法体育文化的交流。